我总算体会到了什么叫毫无人性 为了钓鱼 它们不仅拿出了海王同款大鱼叉 渔船中间还有一座二十多米的瞭望它 甚至渔船前方还延伸着一条一眼看不到头的战桥 就连浮飘也大的跟导弹有一片 真不敢想象 它们到底想掉什么 值得用上这么大的架势 说时时那时快 它们此时已然发现了鱼的身影 拿起双叉戟一秒准 立马刺了下去 下一秒 数条鱼绳齐刷刷地朝着目标前进 就这样轻轻松松地捕获到了一条巨大的鱼 而这竟然是条名贵的剑鱼 众人并没有立即收网 因为它们很快就发现了下一个目标 这回它们直接把大浮飘扔进水里 用来吸引另一条剑鱼 过了几秒 随着浮飘飘毁 男人也慢慢回拉一绳 可没过一会儿它就感到吃力 水下的剑鱼竟然猛地朝反方向游走 同伴剑状赶忙上前帮忙 旁边的兄弟就拿着插戟守住带渡 然而就算在强悍的巨物 男人慢慢地将剑鱼拉出水面 三人合力将鱼拖到甲板上 第一次的尝试就收获到如此的极品 割几个简直激动疯了 然而这还只是个开始 它们正对刚才的捕鱼行动进行复盘 远处的眺望台又有了动静 随着再次投掷鱼叉 它们又精准地刺中了鱼身 这样的准头要是去参加设计比赛 那不得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就在船上的渔民将海里的鱼往回拉伸 意外又发生了 由于它们这回选择的鱼叉是比较大的二叉戟 而鱼又是小鱼 被捕时挣脱成功的概率很大 所以要想捕获体积较小的鱼 使用小号的五叉戟更为稳妥 吸取教训后 众人再次尝试 而此刻它们仿佛被幸运女神眷顾 几秒不到就又来了好业 而渔民也是开挂一般居然再次命中 大伙对是兴奋起来 有条不紊的将鱼往回拉 拉的过程中 它们感觉到这条鱼不轻 大约有25公斤重 不过渔民们也不是吃素的 没一会儿就将鱼拉上了甲板 这又是一条肥大的鱼 今天可真是收获满满啊 随后 它们计算好今天鱼获的总重量 就计划着赶紧打到回府 可谁知道这运气来了就像窜息 指都止不住 它们居然又又又发现了一条巨大的剑鱼 渔民剑撞立即对准 猛地刺了下去 准头还是一如既往 随后就抓紧绳子把剑鱼往回拉 而剑鱼仿佛还不认命 依旧不停地挣扎 不过此时挣扎也没用了 等待它的只剩下一把葱了 虽然这条鱼和前面钓的比不够看 但有总比没有强 今天也算是过足了一遍 这回也是 没见过这么豪横的钓鱼方式 男人把一条20多斤的魔鬼鱼 一脚踢下了一船 轻轻摇晃几下 水下的鱼群便开始躁动起来 盘踞在魔鬼鱼左右 突然一条大鱼看准时机 抢先一步叼起幼儿 鱼尾扇动着海面 溅起了巨大的海蜡 挑衅的意味过于明显 男人顿时来了兴趣 立马钻紧一线 有节奏地拉扯着 然而水下的巨物实在强悍 没一会儿男人就被拉里拉的脚步虚幅 底盘不稳 连脸色都被憋得脏糊 同伴见状立马加入战斗 两人合力与巨物拉扯 谁知巨物突然发力 竟然一时招架不住 无奈之下只能紧靠船边 打持久战来消耗它的力气 见巨物慢慢没了抵抗的能力 二人快速回拉鱼 现将巨物拉到了船边 而看清了这条鱼的庐山真面目时 才明白这家伙 为什么会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 原来这是一条 重达一百多公斤的巨型石斑鱼 由于巨型石斑鱼不允许私自捕捞 男人只得将它放回大海 然而 这并不是这片海域里最凶猛的鱼 这一次男人将装备换成了钛合金大鱼弹 如法炮制甩钩下掉 这次鱼上钩的也很快 巨大的拉里袭来 鱼钩很快就弯成了弓形 这次不用说又惹上涌茶了 哪怕男人紧紧攥着鱼杆 也依旧被迫随着巨物的游动轨迹变换位置 而这条巨物不仅强壮还十分狡猾 它猛地朝船底游进 男人看情况不妙 用力拉起鱼杆 巨物却一下跳出水面 好家伙这居然是一条巨齿纱 它露出了满口疗痒 一口咬住鱼儿 男人见状立刻索迹线轮 轮圆膀子快速收线 然而巨齿纱的力量也不是吃素的 大鱼围着船的四周逃窜 鱼杆迅速被拉成可怕的攻击 而男人也被带着调整身位 这到底是人钓鱼 还是鱼钓人呢 鱼儿被拉扯的渐渐浮出海面 巨齿纱再次一口咬住往深海逃去 顿时海面浪花飞舰 巨大的拉力使男人握鱼杆的手不断抖动 危急时刻 一旁的同伴赶紧相助 二人好不容易将鱼杆受毁 却发现不仅鱼没掉到 就连鱼杆也险些死坏 长时间的僵持让两人早已精疲力尽 而男人的脚在刚刚的战斗中 差点被鲨鱼咬掉 这不禁让二人后背发凉 休息过后 哥俩再次尝试 男人将鱼儿投入水中 果然水中巨物经不起诱惑再次避解 男人快速转动线轮 并趁机换上手套 势必要抓到这个可恶的家伙 他又甩着鱼儿试探了几下 没几秒 大鱼腾空而起死死咬住了鱼儿 临走时还不忘用鱼尾掀起水化 见了他俩一身水 男人见巨物如此嚣张 也和同伴一起将巨物往水边拉转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将巨物拉到眼前 这次总算是好好的过了把眼 看得过瘾点赞观众 每天带你发现一片新大陆